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个家长都对自己的孩子有所期待 对吗 可能是希望他健康快乐 也可能是懂事有礼貌 或许还希望他能够学习优异 但是孩子们他自己会怎么想呢 他们自己的心中是否也暗暗地希望 自己能拥有完美的父母呢 今天呢我们就借由这样的一个话题 一起来读这本儿童幻想文学作品 《假如我有完美妈妈》 这本书呢是英国作家 幻想文学大师尼尔盖曼的童书作品 他先后获得过很多奖项 比如说卡内基儿童文学奖 《雨果奖》《星云奖》等等 还翻拍成了动画电影《鬼妈妈》 电影呢也得到过奥斯卡最佳动画提名 成为了我们很多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完美世界是有条件的 原来考罗林要回报给这个假妈妈的 不是自己的爱 而是自己的灵魂 知晓一切之后 考罗林立刻逃离了这个地方 回到原来的家 他发现爸爸妈妈都不在家 一天 两天 三天 爸爸妈妈还是没有回来 考罗林突然想到 爸爸妈妈的消失 会不会跟另一个假妈妈有关呢 他决定回到那个恐怖的复刻世界 去寻找爸爸妈妈 你会问考罗林不害怕吗 不是的 他想起了一件小时候的事情 他和爸爸在一个山丘下面散步 准备到谷底的小溪边去 突然爸爸说 考罗林快跑 往山丘上面跑 快 爸爸说话的样子又严厉又急促 所以他照做了 往山丘上跑的时候 有什么东西刺痛了他的手臂 但他还是继续往前跑 等到了山丘顶啊 他才看到爸爸这才从原地 像犀牛一样跑了起来 原来呀 可能是他们散步的时候 踩到了烂树之上的蜂巢 爸爸留在那儿让黄蜂遮 其实是为了让他能够争取时间逃跑 后来爸爸说 他自己留在那儿被黄蜂钉啊 不是因为勇敢 而是因为他不害怕 因为那是他当时唯一能做的正确的事情 作者尼尔盖曼在他的写作大师课中 曾经讲过 被黄蜂遮这个情节 其实来源于他自己的真实生活 当时呢 他带两个孩子到森林里面去散步 不小心踩到了蜂窝 然后立刻就被愤怒的这个黄蜂给包围了 他大声喊着让孩子们赶紧往山上跑 自己呢 则站在原地 等都看不见孩子们了 他才开始跑 回家呀 发现自己身上被遮了39个包 您看 这种来源于真实生活的创作灵感 倾注着作者 他对孩子的非常深切的爱 好 我们再回到故事里 木门背后的平行事件依然是充满着诱惑 贾妈妈呢也同样是那样强大和可怕 但此时的考罗林已经成长了 他已经能够勇敢地选择残缺的真实 放弃虚幻的完美 他带着对自己爸爸妈妈的爱 和救出他们的坚定信念 努力地和邪恶的力量周旋着 最终呢 他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 救出了被关进了玻璃球里的爸爸妈妈 并且将贾妈妈送去了一个再一个 有的老人没见到 他还要 cartoon出了 我带着个人群一下 他还邀于不见了 他还习找到没有 他那样转叫我 要哪里 带着个人 在最终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